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歡迎這場盛會的幕後的推手 總共有兩位 一、第一位是三創育成基金會副執行長 同時也是為成功的連續創業家 擁有豐富的網路產業經驗 然後包含了insight網路趨勢觀察 以及iCook愛料理的Lawrence Lee 第二位是自2015年陸續引進 許多跟女力相關的科技社群 包含連結並鼓勵對科技有興趣的Girls in Tech 讓女性工程師不斷進進新技術的Women Who Code 以及交流使用體驗服務的LadylightUS 至今超過了7000位的Active會員 一年半超過100場的活動 包含今天的一個科技盛會 講座工作坊以及黑客松 這是WeTogether的共同創辦人 兼職級長 Jane史芳瑄 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兩位上台 大家早 早 聽不清楚 大家早 早 早 大家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 我是Jane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我們是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準備這個會議的 我相信你心裡已經準備了一輩子 好了解我 然後呢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 真正開始應該半年前 我印象非常深刻 天氣還很熱 五月的時候 然後你就信聰聰的跟我們說 你覺得這個open很重要 我也跟你說這個open的概念很重要 我們要推廣這個開放的文化 所以一切就這麼開始 對 所以就在那樣子的一個 大概20分鐘的討論當中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做這樣子的會議 然後Lawrence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拍板說 好 我們決定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把非常多的預算 放在這樣子的一個推動開源的文化上 所以我覺得我們第一個掌聲 要先給Lawrence 這麼優秀 謝謝 謝謝 這麼棒的決定 對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想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推動 這樣子的一個開源的一個會議 就是我們希望未來的科技人才 因為我們長期的都在接觸科技社群 然後每一年我們自己的女生社群 一年就辦了超過100場的活動 大部分都在樓下11樓這樣子的一個event space 所以呢 對我來說 7000個女生還有很多很多的男生 其實很多的創業的人才 都可以從開源的專案開始 沒錯 我們這樣子的對話呢 叫做相聲 好 其實我們沒有Re過這一段啦 那其實純粹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兩天會有很多很多的交流 因為我們是以社群為生 我們是用社群的一個觀念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那我們把國際的人才放在這裡 所以會看到非常多的國際的講者 他們都會跟著你們一起去旅遊 我們把國內的很多開源的講者 也帶到了這個會議上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很希望 很多很多開源優秀的專案 可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讓國際在國際發光 那第三個我想要跟大家講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我們要做這樣的會議呢 除了有非常強的這個決定的 就是design maker 像三創育成這樣的一個support 還有一大群 就是今天穿黑色衣服的志工們 所以我們先給志工們大的掌聲 他們有非常多的人呢 其實跟我一起籌備了大概將近半年的時間 然後甚至呢 有些人跟著我到不同的國家去 那剛剛你看到影片上面有很多的影片 我們有非常多的sponsor 或是partners在海外 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幫我們在當地可以做很好的outreach 那我特別特別 在之後我會另外再感謝他們 那這個會議其實在這個 我覺得應該有蠻多人是拿Mozilla票進來的 請舉手一下Mozilla票的 對 Mozilla是一個我們這一次就是特別 一方面是做了現金的贊助 但是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讓diversity 出現在科技會議上 所以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女生或是學生 是因為Mozilla的票進來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再一次的這個掌聲 來開始這樣子的會議 然後等一下是由Lawrence幫我們做opening talk 謝謝 再度的跟各位說早安 那個剛剛Jim提到我們是5月開始的 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很熱 那最近台灣的天氣已經開始像冬天了 那我希望各位如果是從國外來的參與者 可以感受到台北 最近天氣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這個氣溫很舒服天氣很好 然後希望你們在這裡會有很棒的旅程 然後希望你們也喜歡台北這個城市 那我還是再度要再一次代表三創育成基金會 然後歡迎各位來到這次的活動 那非常希望你們在這裡有滿滿的收穫 三創育成基金會的這個經營核心中指 是希望可以在科技軟體領域 持續的培育各式各樣的人才 各式各樣的人才包含最重要的 其實我個人最看重的是工程師 設計師還有一大堆把這個做出一大堆產品 持續在創新的這個Makers們 這我是覺得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同時對這個開源文化 也是持續的希望能自己 基金會能持續的有所貢獻 那這次呢有機會跟Jan 跟WeTogether 還有跟這麼多的這個社群的志工合作 我們是真的很開心的 希望可以看到這樣的活動持續的辦下去 然後呢 因為我有點緊張 所以我等一下要準備的故事 我會繼續的看著我的手機來念 那在這邊要先稍微做個工商服務 三創育成基金會大約在今年也是四五月左右 我們有一個自己的廣播節目 它只有在各位手機裡面 都可以搜尋到這個Podcast裡面 如果有興趣有在聽Podcast的朋友 你可以打開你的Podcast App 搜尋StarRocket 然後就可以找到我們持續在談科技素養 科技文化科技創新這些議題的這個節目 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 昨天已經在錄第35集了 那明年我們還是會繼續錄下去 Podcast裡面StarRocket 為了參加這次活動呢 我特別找了我自己以前整理的一些資料 然後找到兩個蠻值得跟各位分享的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小朋友 跟一個open source的故事 大概在1995年的時候 1995年有個大概 當年大概10歲左右的小朋友 他那個時候開始接觸了電腦 也開始接觸了網際網路 他很快地就開始學會 除了玩遊戲之外 玩遊戲是對所有小朋友最重要的 他很快也學會架設網站 他架設了各式各樣的網站 網路論壇 網路留言板 從此就愛上了在網路上經營網站 當站長的生活 這個小朋友呢 他從小就覺得 做網站當站長非常的酷 最酷的就是看到有人持續來使用自己的網站 小朋友對此感到非常的有成就感 1995年才10歲了 他還不知道世界上有open source這樣的概念 但是他已經 那時候他就是個open source的使用者 也是個受惠者 這個小朋友後來在他的中學時期 接觸到越來越多跟open source 息息相關的各種軟體專案 從各式各樣不同的 Nindex distribution作業系統 到各式各樣的家帳軟體 資料庫 各式各樣的library 這個階段這個小朋友也就開始試著改寫程式 讓自己的創意跟這些程式 可以慢慢的能實現他的想法 變成一個又一個的軟體 到15歲的時候 他就靠寫程式架設網站 得到了人生第一筆 除了獎學金跟押稅錢以外的收入 到他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用他這個小時候非常擅長的 這個從小就擅長的軟體技術 加了各式各樣的網站 論壇 讓他大學系上的同學 大概有幾百個人 都可以繼續用這樣的服務 來網路上交流 在我看來 因為open source這樣的資源 機會或概念 讓這樣的小朋友 他可以從很小 就開始接觸到很多很多學習的資源跟機會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我覺得身為一個大人 現在我看到如果有小朋友 他可以有機會因為internet 或是因為軟體技術 或因為各式各樣的學習資源 他可以有機會看到這個世界的話 我覺得我們大人要做的事情就是適度的引導 如果以open source的世界裡面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可能鼓勵他可以參與 甚至可以試著貢獻 這是1995年一個10歲的小朋友的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比較最近期的 近代的這兩年 這兩年我認識了一個剛結婚 他也生了小孩的一個父親 他現在大概35歲左右 過去幾年他是幾家公司的經營者 創業者也是個投資人 如果不講的話 他看起來不太像是一個工程師出身 他看起來不太像是一個會寫程式的人 不過我很快就發現他不僅會寫程式 我相信他就是那種年輕的時候 在各式各樣的meet up 各式各樣的developer conference 都可以看到他的人 本來我以為30幾歲這個階段 像他這樣的人 他可能不太會寫程式 但如果你仔細看他的github 你會發現他幾乎每天都在寫call 是幾乎每天 然後如果你問他為什麼要寫程式 他就會說 就像學習武術的 習武之人 他持續的鍛鍊自己 他這輩子也未必要為了一場格鬥 一場打架 而去練習 學習武術就像一個藝術 一個人生哲學 一個生活態度 可是如果哪天他必須要派上用場的時候 他就會用到 所以他說寫程式就跟習武之人一樣 總之如果哪天有機會用到 他就會不生疏 講完這兩個故事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感覺 我是覺得蠻酷的 那比較更酷的是 第一個故事講到的小朋友 其實就是第二個故事 講到的這位先生 那更酷的是呢 這位先生就是我本人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從1994年開始接觸電腦 接觸了Internet 那也接觸了寫程式到現在 有25年左右的時間 Open Source跟各式各樣的軟體 成就了我的人生 成就了我的事業 成就了我的經濟基礎 成就了我現在的家庭 那這25年來我學會幾件很寶貴的事情 那從剛剛回憶這兩個小故事呢 有兩件事我是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兩件事對我來講就很像說 如果回到10年前或20年前 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大人 在某個地方告訴我這些話 我會覺得這些事情我更早知道會更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可以不斷的創造 這句話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在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 我覺得這句話很難聽到也很難理解 我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教育比較嚴格 非常嚴格 考試的成績是唯一用來衡量學生的指標 這不誇張 唯一的指標 有沒有創意 你是不是博學多文 或是你有沒有熱情 你的熱情在哪裡 這不是我的成長環境 這個會遇到的大人 甚至是同學會討論的事情 沒有人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當年的我呢 在網路上 在軟體的世界裡 我從很小就發現 這個世界並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有非常 各式各樣有趣的機會 有趣的價值 有趣的觀點 那更棒的是 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人 不停的在創造 各式各樣的 新鮮有趣的事物 可能是遊戲 可能是音樂 可能是影像 可能是文字 當然也包含了各式各樣的軟體應用 一直到這幾年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 以前沒辦法想像的有趣的事情 因為各種商業模式跟環境的成熟 越來越多有趣的事情 總之它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公司 那更多有趣的事情 就有機會被更多人看到 那我覺得Open Source的世界 所謂的開放文化 就是鼓勵人們持續創造的一種精神 那這個年代 我個人覺得 最棒最棒最棒的事情之一 就是這個世界上 有了像Github這樣的 大規模的開發者平台 我們在上面 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專案 看到各式各樣的討論 認識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開發者 最棒的是這些開發者 他無論是他的性別 種族 國籍 年齡 或是他使用的語言 這都無關乎他是否優秀 那語言我講的是 平常講的 speaking language program language 大家就會 可能會論戰 什麼語言比較好 什麼語言比較不好 那我曾經在Github上面非常意外地遇到幾個 我覺得很厲害的小朋友 那我覺得 雖然說我覺得年齡無關乎他是否優秀 但我真的看到一些小朋友 我覺得好厲害 我覺得很羨慕 如果我小時候有這樣的環境 有這樣的平台 有機會在上面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我的人生或許會變得很不一樣 我成長的過程中 曾經有好幾次被老師潑冷水的經驗 但是像現在的我就相信 如果當年我小時候的創意 是發表在像Github這樣的網站上 平台上 那我的人生可能會變得不一樣 我可能會收到很多鼓舞 當然我也可能收到更多的批評 更嚴厲的批評 這個是很難講的 那總之 我第一件事情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開圓文化就是一個鼓勵人們持續創造的一種精神 那我希望大家在 這個如果身邊或遇到小朋友 或自己在從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精神 那第二個我覺得 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小時候也沒人告訴我 但到長大我也才理解的這件事是 開圓文化或軟體或網路的世界 它是在讓人們的協同合作 變得更加有效率 網際網路跟軟體技術 讓人類可以開始用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進行大規模的協作 像是Github上面 他們最近才發表的今年年報 今年有4000萬個developer 有超過4000萬個新的專案 在今年被開出來 然後有超過8700萬個poortoclast 明年這數字肯定就超過1億 因為一年的成長率都超過20% 一些特別有名的專案 Github上面列出來最有名的專案 叫做Ruby on Rails 第二名叫做Facebook的測試框架叫JEST 然後另外有一個HTTP Client Library Axios 這三個專案 各別有100萬個專案 引用了這三個專案 也就是說有超過100個專案 是dependencies 包含這幾個專案 這非常驚人 這代表一個工程師 或一群工程師所開發出來的軟體 可能造就了另外100萬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 不曉得你聽到這些數字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小時候沒想懂也沒人告訴我 軟體跟網路世界的本質就是促進人們 用更有效率的方式進行協同合作 讓我們的合作變得更有效率 網路改變了人們連結的方式 也改變了資源分配的方式 而軟體則是改變了人們 進行同樣動作的方法跟效率 我一直到十年前我開始創業 開始思考人類社會 商業世界等各種事情的本質 我才有更深刻的體會 像剛剛提到我創辦的比較知名的網站 有一個叫iCook愛料理 我相信應該有些人聽過 台灣最大的食譜網站 九年前我們寫下的程式 到今天它每天都還被執行 可能超過上百萬次 這就是一種協作效率 因為有人做了這樣的平台 人們在搜尋特定內容 分享特定內容 這件事情本質就變得更有效率 然後數一百萬劑 以iCook來講 每個月有超過五百萬人 在使用這樣的服務 這些人就因為我們被連結起來了 iCook就是用剛剛講的 Rubia Rails所開發的 所以不管各位在座的朋友們 是開發者 是設計師 或是做產品的產品經理 當我們一邊在為自己人生奮鬥的同時 也可以思考看看自己在做的事情 如何運用軟體跟網路 創造更大的優勢 讓你的才華為這個世界 創造更多的價值 也讓你的作品 你的才華 有機會被更多的人看見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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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